那印度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我在印度其實遇過許多 我在印度開始用沙發衝浪 意思就是說我用這個網路平台 開始去找當地人去問說 你們家方不方便讓我去接宿 那通常他們家可能有空的床位 空的房間 有的時候就只是一張沙發 然後可以免費提供你 讓你去他們家接宿 對 然後我第一次是在印度這樣子 住在印度人的家裡 那你可能會住到許多 就是說我們平常根本接觸不到的人 比如說我住到的第一戶人家是 全家都是醫生 爸爸 媽媽 小孩子都是醫生跟家醫 那就是很有錢 很有權有勢的 那他們的房間也不錯 那我後來 那是運氣好嘛 對 順便幫我爸爸住呀 住到的第二個 我進去以後就有點擔心 因為他們家看起來環境不是很好 印度人 對 印度人 印度家庭進去 環境不是很好 然後房子也小小的破破的 然後我進去以後 他就跟我說 這是你的房間 你今天睡著 我有自己的房間 可是我看一下他們家其實不大 我就問說 你們家其他的小朋友 或是爸爸媽媽你們住哪裡 他說 喔 我們還有另外兩個房間 我們就剩下兩個房間就好了 你知道他們家有15個人 然後我就覺得很蠢 就是你們家才三個房間 你們有15個人 你們把其中一個房間給我 然後另外15個人擠兩個房間 好可人喔 你們幹嘛要這樣子 對 因為他不希望你去跟他的女兒擠 呃 也是 哈哈哈哈 沒有 我覺得他很特別是說 他可以不用借你啊 但他可以不用 但我覺得那個媽媽帶給我的故事 是說 他曾經年輕的時候 也有機會出去外面旅行過 但是他在別的國家旅行的時候 許多的人看到他 或是他發現許多外國人 在步驟聊天的時候會說 欸你如果去印度要小心去貧民窟 貧民窟裡面很恐怖 你可能會被搶劫 你如果去印度 或是你去那些東南亞 或是中東國家 你要小心穆斯穎 他們可能身上都綁著炸彈之類的 哈哈哈哈 這樣可是那個媽媽其實本身就是出生在印度貧民窟裡面的穆斯林 然後那個社區全部都是穆斯林 他就說為什麼這群人 印度社區的穆斯林 對 他就說為什麼這群人 其實從來沒有人 會講這樣子的話的人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真的認識貧民窟裡面的人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真的認識一個穆斯林 但是他們卻會覺得貧民窟很可怕 穆斯林很可怕 所以他就開始覺得說 我有義務應該要在我們這個社區接待各式各樣的外國人 讓許多外國人來貧民窟的穆斯林社區看看 這些人到底是怎麼樣 大家也其實一樣很努力的在工作 很努力的想要讓自己或自己的小孩過更好的生活 沒錯 沒錯